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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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瑞芳规模最大的矿工医院 还有能够容纳数百人的电影院 尽管这个矿坑已经尘封许久 矿业也不复存在 但是在蜕变之后的水晶酒矿业遗址 保存了完整的产业历史 为台湾矿业写下下一页的辉煌 琥珀色光芒画亮庞大的古老建筑 沉睡已久的十三层遗址 在万众瞩目的灯火下苏醒过来 庞泊鼓声祈福祭典 2019年中秋节 台电委由国际照明大师周恋 领军完成这场矿石巨作 现场超过万人带着感动 共同见证这场全台湾最大的公共艺术 那想到了用灯光的方式 因为它是最不影响到整个建筑构造体 又能够让这个一没落的地方 能够再发光 然后它像是一个雅典山城一样的状况 所以当时找了我们国际的照明大师周恋 他也是在美国的自由女神的 一个照明设计的部分 那请他来做一个整个场域的构思 跟着台电人员的脚步 爬到能远眺十三层遗址的制高点 整个山市居高临下 可以想见当初台电在活化遗址时的 困难重重 因为这是污染场所 所以它就不能够大型机器进去 一进去之后土翻起来之后 又是刚刚讲的那个情况 就会造成空气的污染跟环境的污染 所以都只能够像这些器材 都只能够人工的搬运 日治时期建造 目前仅留下基座 二战时遭美军轰炸破坏 光复后由台湾铜矿接手生产 1955年改由撤退来台的 东北金属矿业公司接手 后来再改组为台湾金属矿业公司 也就是台金公司 生产线运作直到1985年 才在台金公司产生财务危机后 正式卸业 现在委由台电接管 那当然我们的师傅们都很辛苦 他上去可能要一两个小时 那可能就是尽量能够 把工作做完才出来 所以这个是最最辛苦的一个部分 十三层遗址 原为选炼厂遗址 过往是瑞芳金瓜石 最大的选矿场所 这道光影就像带人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 金瓜石矿山最早是在1890年代 开始开采金矿 随着日本政府于1896年 颁布台湾矿业规则 日本人开始于九份金瓜石地区 建立了从采矿到制炼的一贯体系 台湾金属矿业公司的整个挖金的历史里面 十三层是占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显矿场十三层 几乎就是严厉投入最多的地方 严厉投入最多的地方 整个产量 它处理金的产量 一下跳到1.7万两的金子 然后变成东亚最大的产金量 包括比韩国比日本的金矿都还要多 选矿场是20小时在硬转的 所以到晚上都是灯火通明 灯火通明的 李文章为台湾公司退休员工 对于矿山最辉煌的一夜 深刻在脑海里 为了说明清楚 他亲手绘制了矿山全景 包含选矿场以及矿山 一到九坑相关位置图全数悦然直上 以十三层来讲 其实以前不叫十三层 以前我们称它为十八层 十八层 然后为什么称为十八层呢 因为它里面的流程都作为有十八大 如果讲说送到某个名称 很多人会听不懂 比如说那些搬运工 他不能理解 所以他就直接你送到第五层 你送到第八层 你送到第十三层 他就很清楚我今天的东西 要运到哪里去 而在战后台湾公司接手 更是开创了三层的黄金年代 以前这边叫矿业移民 从南到北很多人 就会移民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不管经过时期 其余包括结婚 可以叫移民村 因为当时这个地方矿彩的非常多 所以这边的居民都非常的有钱 然后他也是西夏带军来这边做采矿 这边的聚落甚至就是当时非常繁荣的 比台北市都还要繁荣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的能源送电也特别的多 他也是最早 我们台湾公司有记录上比较早 比较早送电的地方的其中之一 所以代表这个地方跟能源其实有点连结 从李文章经手绘制的矿山地形图 一到九坑当中 他说一到三坑早在日治时期就开挖殆尽 后来全盛时期采矿最剩的是四到七坑 上街一坑到九坑 这整个一坑到九坑的一个有六百多公里 那我们本山五坑这边开展就是第五坑 海拔大概有两百九十几公尺 采访团队也找到当时居入在这儿的矿工后代吴朝潭 他回忆身为矿工家属就是过着有今朝 没明日的提心吊胆 当时年纪还小的他天天为父亲等门 我那当时比如说三点多我爸爸还没回来 我都会跑到水峻桥或者是我们这里矿山这边 等门口去等他 等我爸爸看到我爸爸我那个心才会安 其实我爸爸就是他也知道我很紧张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往上去就是我们矿山的地方 就是待会我们会上去本山五坑 采访团队也在吴朝潭带领下 前往他父亲过去工作的矿坑 一窥真实样貌 由黄金博物馆主导整修的第五坑道 关闭足足两年时间 恰逢收复完毕 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你看到里面的坑口的红庄气墙 从一进来我们黄金博物馆里面是联洞 我们是红庄 红庄墙 红庄道 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以后日本知名时代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资产引入下来可不多啊 在何况更里面还有我们看到的很多的 包括刚刚提到的像是亚风机 抽风机 还有我们我们还有电车 煤鱼车的整个采矿车都还在 进坑道除了坑道口高卦的安全第一标语 也有古早就流传下来的禁忌 要进去挖矿 常常说你满口水 垂口煞 这个是一个民间的禁忌 也有一种是说 人家说女性不能进去矿坑 最重要也不能讲到有蛇 这个是一个禁忌 坑道里深入几百公尺 甚至几公里都有 靠的就是一旁的送风管 输送新鲜空气路内 里头不落想象的低矮反倒很宽阔 据说这是日治时期就留下来的建筑工法 跟坑道规格 那其中这是一个特殊的工法 因为坑道的全国会修上坑道的人 已经没有几个了 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又是隧道式的一个工法 坑道承载着人文记忆 用最朴实的姿态 述说着过往矿工工作的样貌 这个电车是早期留下来的 它没有拖出去 那大概一段时间早期 小时候我常常走在本山五坑的外面 看到那个电车啦电车头啦 还有一些车厢很多 那个部分就是在装这一些石头的一些矿石的 那最主要它还有用电把它拖出去 那这个就是矿工在里面工作以后 它集结了挤车挤车 电车头就进去把它拖出来 那小部比较短的地方都是要用矿工去推 推一推推到一个比较大的空框的地方 电车把它拖出去 而在这座矿山等待重生的 还有这座日志时期建的黄金神社 金瓜石神社遗址 也有人叫它黄金神社 山神社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三个神社 也是金瓜石地区在日志时期重要的信仰指标 当初兴建目的据说是作为矿业的守护神 为了安定人心而兴建 已经在2007年被列入直辖市定古籍 所以这一次我们整个修复的方式 是用残机保存的方式 也就是说它不是让这个修复的方式 是过度的去诠释它 神社建筑在战后遭到破坏 如今仅存两座鸟居击展石灯笼 但透过现代科技让人能亲自感受到 昔日黄金神社的美丽 我们在整个平台上面 神社平台上面做一个定位点 那去把这个AR在手机上就可以利用扫QR Code方式 它就可以看到整个神社原来的样貌 修复过程还意外发现传说中的油原地 这非常特别 因为神社向来庄严 临近尽有油原地非常罕见 发现了油原地 就是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 访问齐老 他就跟我们一直在形容说 过去这一个金瓜石神社 金瓜石这个开的这一个 基本上是一般日本的开矿公司设立的 那开矿公司在下面做了一个油原地 这个传说是已经进入在我们调查研究 结果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 在整个一定要清清的过程中 一路清清清清清清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次也把它保留下来 一步步修复遗址的有建筑师 昔日挖矿工人 文史工作者 矿工子弟 台经台电人员 他们成为活化遗址最大的力量 但这股力量却是如此安静又沉默 将13层遗址 第五坑道 黄金神社 一个个重现在世人眼前 当人们再度来到这儿 山城不再极了 而是更能够换回人们 当初最纯粹的感动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和家人寄居在渝都基隆 而在那个雨水绵绵不绝 一种稀缓慢的节奏 点滴到天明的夜晚 那我总是宿舍在棉被里面 然后流的眼泪 数的窗外的楼口香 等着上夜班的妈妈回家 因此在童年遥远而模糊的印象之中 其实整座的雨都 都浸泡在雨水跟泪水之中 而在当时租屋的附近 有许多的古老房子 其中一间就是大人们 会声会影的灵胎郡鬼屋 而这间三层楼高的老洋楼 曾经是1966年好莱坞电影 圣保罗炮艇的拍摄场景 那随着岁月的这个洗礼呢 老洋楼荒废了数十年 那外观搬驳 那屋子里面也非常的阴暗 那当地的人的谣传呢 夜里的洋楼时不时 还传出女子的哭声 甚至还有民众呢 看到里面这个鬼火飘动 而这栋老洋楼呢 也因此被封为 台湾十大鬼屋之一 那我们的采访团队 找到了这栋洋楼的后代 那么一起来揭开 林开郡洋楼这间鬼屋的神秘连杂 江野船就是在 美其前发这一层 就是说楼上 二楼三楼故事有 常怕女子在衣窗看着港外 斑驳招牌顿色油漆 一看就知道 这是历经了多少岁月的 风声洗礼 凡是吉隆人 独身夜归的妇女 也无人不知得离这 临近吉隆港 高架下的林开郡洋楼 远一点 因为每到夜深人静 走过路过 阴森 鬼绝 令人毛骨悚来的气氛 迅速会爬满全身 说曾经听到 在栋房子里面有 有人声或是有打闹 嬉闹的声音 传说有归后 而在地的吉隆人来说 都是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神秘的地方 或甚至于传说有 九女为了美国大兵 而在这里争亡的一些传说 即便是大白天 走在它的骑楼下 阵阵阴凉感直冲而来 而当地乡野传说 只要经过这儿 仿佛就能听到 一股女性的声音 在耳边诉说 我在这里 怪物洋楼传说 得从1960年代开始说起 当时正值越战期间 大量美军 因RNR修习复原计划 涌入台湾休假狂欢 每周都有数十艘舰艇 驶入基隆 高帅挺拔 等待着放松 补原期的美国大兵 沉疲沉疲地踏上台湾宝岛 而屹立在基隆港湾 海港第一排的三角窗塔楼 成了大船入港 最耀眼目标 它离基隆火车站非常的近 当时基隆火车站是 内陆最重要的一个火车的起点 然后加上外国的轮船 进来一定会到这里 人民国有十几年的话 前面都是三轮车 美其酒吧是在右侧的第二开间 以前的堪棒还有坦存 当时因为没有坐东岸高架桥 所以当时如果美军进港的话 就可以立刻看到这个林泰群阳楼 商人们看着地理位置 以及美国大兵 口袋那沉堆大把的美元钞票 在这儿开了间超有名的美其酒吧 但让美其酒吧的名声流传至今的 竟是她被疯传 施火夺命 更有冤魂女鬼流连徘徊 至今迟迟不肯离去 大概就是说 就是美军来这边度假 在酒吧里面认识Nana 然后经过交往之后 Nana怀孕了 Nana想跟这位美军一起回美国 但是这个美军水兵不同意 酒汗而热的时候 将这个美军拖汽油烧死 当时基隆还有另外一间美其照相馆 是有发生失火 大家与而传而 都会成为鬼屋的原因 酒吧女娜娜的故事 会声会影地替林开庭羊楼 增添灵力色彩 为了解开尘封数十年的鬼诀谜团 文化局花了多年时间协调屋主 试图打开这90多岁的老屋 这才发现 班博的U7下 竟藏着这栋羊楼 是豪宅的身份密码 它里面有很棒的一些贝壳的元素 都掺在里面 其实是很低调内敛的奢华 这些角都非常难洗 因为它这个是洗石子 洗石子的工艺 它洗出这样非常锐的角 而且每一条线都非常的直 仿巴洛克式建筑 亚兴主角的线材 在当时可都是透过海运 从中国进口 更聘请唐山师傅 依照风水建设打造 为了展现财力 乌主还在这盖了 左右相通的空中花园 据说当时还豢养不少 齐真一手 五个通间是连贯的 可是它在四楼部分 它有做了部分退缩 所以四楼并没有对外窗 顶楼看起来就是宴会用的 所以它做了一个空中的花园 还有一个民事的山河院的建筑形式 1930年代 要能在基隆港边这个地段 赤字一百万 行建四层楼的豪华洋楼 没有独特的政经关系 绝对办不到 到底是谁这么有钱 出手如此阔绰 能打通日本官方的楼高管制 突破突出困难 进口昂贵食材 新增这栋地理位置绝佳的海景楼树呢 翻阅大量文献 原来它是当年三峡的矿业巨子 林凯俊 是基隆出生的 不到20岁的时候 就到三峡去采矿 西装笔亭 离着平头 续着日式八字谷 基隆人的矿业巨博林凯俊 原先只是个在庙口摆摊 卖竹编竹篓的小摊生 但当时政治殖民的日本人 正在基隆港边拓建 林凯俊转而挡起了承包公投 以前基隆 我老板以前是做 好像做鼓励头 以前基隆 独港的时候 他也去做毛头 当时他觉得 煤矿是未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 家中客厅摆放的 就是林凯俊和夫人的 同雕一项 林先义把父母供奉在此 当初林凯俊 拥有着敏锐的生意 比喊好运气 不只掌握了找矿卖的慧眼 还看准三峡地区的 丰沛资源 他和儿子林仙达林仙义 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开白三峡煤矿 矿场面积高达199公顷 规模是日制时期 八大矿之一 一年生产差不多七八万吨 当时日本人 在调查报告里面 一年大概可以赚一万块 三百块可以买两栋房子 他一年赚上一万块 一敲一敲的累积财富 林凯俊不止在三峡铺铁路 跟自己买了两台火车头 让煤矿能运到英哥火车站 赚了钱之后他捐款盖庙宇 担任地方乡镇代表 为了展现身价 才盖了这间激进奢华 又内敛的豪华洋楼 据林家第四代私下透露回忆 当时阿奏盖房的契机 除了要供自家人居住 更期望一二楼开旅馆盖饭店 还能当店面 而最终他们却没有在这儿 长久居住 自己住一段时间以后 就租给林凯华 台湾第一位西洋画家 也就是他的老师是石川七一郎 林凯华娶了严家的后代 但是因为他会有家庭 或家族企业的需要在经营的问题 至今流传下来 不少你讲话的画作 看得出来都是从洋楼塔上为视角 他用画作进入基隆港的田津壮阔 如今对照现金颁驳洋楼 各界期盼他渐渐吞出荒废 赶快迎向耀眼的老人重生 随着台湾矿业的没落 过去不少探金挖矿的家族也跟着流失 不过有不少的家族 因为多角化的经营 资金仍然屹立不咬 那瑞芳的李家就是这样的存在 1934年李建新创设了瑞山矿业公司 1970年代 这个煤产量达到了巅峰 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稳坐煤矿业的龙头大位 和台湾五大家族中的基隆岩家习名 那台湾矿业流传一句鼠言 要生意找业力 前台湾煤矿坑最大的煤矿坑就是瑞山本坑 当时活动的车子每一班都有停 前阵的人都靠他生意 要生意 要出难力 好像是民间事 主要在基隆瑞芳这一带 几乎所有的产业 各式各样实际住行 几乎都基隆的原家跟瑞芳的李家 都包办了 说到瑞芳李家 他们的事业体横跨产物保险 多家客运公司 日新喜悦 中华电缆 甚至南瓜好几家地产开发 据凡立法院周遭倾倒东路旁 只要住上楼房 几乎都是李家的地产事业 光收租金就能躺着转 杨明山中山楼 赏花地标花中 地皮产权也是李家无偿捐赠 从日治时期靠煤矿产业发迹 采矿足迹年年超过500公里 光复后和党政均关系皆好 江中正多次召见李家兄弟 他们的煤矿事业 七零年代更创下全台事战第一 李家的事业体横向扩张 蒸蒸日上 黄金山城的煤矿传奇 绵延至今 考的就是大家长李建兴的敏锐金银 从小家境贫寒 八岁外出木牛 父母不忍他小小年纪就得工作 把他领回后 别务农 别读书 热爱四十五斤 古文典籍 长大后更到私塾教书 21岁那年李家的农田 惨遭台风重灾生计艰难 而从这一刻起李建兴气农从晃 他开启了探望人生 原青嫌他跟昭和皇帝是同学嘛 台湾最好的年况 后来被人家登记 1916年日治大政五年 李建兴先到喉童扶兴炭矿 担任书记文职 老板向着他能力过人又有胆士 咬他肉骨升任总经理 但当时的煤炭被日本人视为能源飞金 更被视为太平洋战争下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日本官方收走了全台的煤矿权 改由日本三井公司掌握全台湾的煤田矿山 李建兴只好转住包商承拦采矿资格 李建兴当他的公主 热爱中国文化 对日本的执迷统治 李建兴始终抱持着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情 日文说得里里辣喇 让他惨遭同行排挤 但他做生意的经营心法 就是诚信二字 有一次他和日常交易 对方多给了3800元的工资 李建兴发泄后 不仅不占为己有 而是诚实退回 他的心愈在日常界快速传开 探矿业务也因此扩张 39岁那年 他居家从平溪搬到瑞芳 兴建一方居 后院同家人居住 前厅设一方商行 把采矿触角伸向瑞芳头头等地 这是差不多1930年代所建的一个建筑物 它在汽车路有一个仿巴克风的一个样貌 但是前面又是有一个那个民室的一个三合院 这个墙后来都有用洗衣服的方式去处理它 目前他们的办公场域在左右两边 来到一方商行 华丽的仿巴洛克市建筑外观 诉说当年他一领在此的磅礴急事 现在这里还是瑞珊公司的企业组部 而李家绵延近百年的事业体 也从这里为童心向外溢散 日本人觉得说 他把最好的煤矿 最好的煤层大派都采决差不多了 他是想要结束 李建新他就跟当时的负责人 那你既然想要收坑 不如我向你承包 整个承包下来 这个矿我来经典 30岁的李建新开始创业 带着其余四个弟弟 拼着冒险的精神 着手开采矿坑内 最不容易开采到的下层煤矿 这才发现原本被日本人 视为枯竭的矿坑下 竟然还藏着全台湾 每一支最好的煤矿 一公克可以达到7800卡罗里 像一些造纸公司的 这些煤炭他们都挤着药 可以说也是赚的 李建新等同替台湾 打开了富贵大门 他稳扎稳打赚尽大把钞票 实力坚强到还可以在矿坑口 到设计煤厂间架设铁路 同时更把家业发扬光大 拓展新的矿坑瑞三本矿 李家成了富有名望的地方领袖 但此时此刻 日本政府却开始对他们 起了异心 1940年日本开始大主侵华 试图惩罢亚洲 根云酿攻击夏威夷的珍珠港 高压恐吓的塑扎之气 蔓延全台 始终对日方保持剧烈的李建新 成了日本人的眼中的肉中刺 好巧不巧这时又有小小刻意陷害 密报李家私下打造兵器 同谋之那意图谋犯叛乱 每一款公司都有铁工厂 那铁工厂里面这些员工呢 会闲得没事啊 会自己打个小刀啦 他说他自己在制造武器 日本人来搜查 真的搜查到而已 罗治一个思想案 就是通谋祖国 为了杀鸡景侯 日本官方巴黎建新和他的所有兄弟 包含公司内的百位员工 通通逮捕 严刑拷打 以警校友 三弟李建严和女婿等72人 被胡活打死 五弟李建串被打到失聪 李建兴被判12年徒刑 他在狱中惨遭灵虐 受到不成人刑 爸爸听完消息哀痛促世 而这一份就是当时俗称 五二级思想案 日本政府对李家定罪的判决书 李家从探矿的豪门望族 变成了家门不幸的落魄户 1945 那台湾光后以后 当然通谋祖国的罪 就变成一个对祖国有贡献 就任命他代理瑞芳镇的政策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 对于政权尚未稳固的国民党来说 李建兴的威望被视为笼弱对象 加上李家的抗日事迹 奠定之后他们在政府眼中的好榜样 而李建兴的为人谨慎 谦虚有理 交友圈也触及了政界 总统 副总统 甚至五月院长 陈立夫 孙科 李国鼎等重要人物 和李家交好 大将军白重洗 前行政院长和应勤 三不五时成了厅堂串门子的常客 文坛大家余游人 泰国功臣李时增 每年都会造访李家 和李建兴一起因事作对 而王国伟身为李建兴的远房子职 从小就跟在李建兴身边 回想起那些贵客上门 他们这些小孩 每次都得端茶送水 侍奉前后 这些开师会的吃喝 都要瑞珊来自印 他很崇敬孔子 孔子的人从大陆来台湾 没有皇子 在李家给他一个皇子 李建兴的乐山号师不止如此 对那些曾被思想案 波及的员工眷属 他办教育 创学校 只要肯做 这些遗卷都能到矿场工作 家族庞系子孙 像王国伟这样肯学的孩子 李建兴更亲自待在身边 手把手 栽培教育 可以培养 他才用心地培养 他喜欢喝酒都放弃了 就是这个已经就交不来 后来他就觉得说 这个孩子就让他去学机械好了 适才适用是他的用人哲学 王国伟的机械专长 更被多次任命为 瑞珊选美厂的多任厂长 李家的五个兄弟 每个性格都不同 也分别运用在家族事业的经营上 这五个兄弟是一个非常棒的组合 当时到79年5月1号结束的时候是680万公吨 第二名才400多万公吨而已 矿业为主的事业铁靠兄弟多人分工努力不断壮大 好人员也让李家在商场上结交了许多好友 还有一个亚洲水泥董事长就是徐友祥 也是会长尊重的 李建新守护着家族超过90年 过世时上万人挤爆告别式会场 智商委员除了智友前行政院长和应亲外 前总统李登辉 林阳港 前央行总裁于国华 连战的父亲连振东 就连寒水会结冻的基隆岩家 岩清贤 高雄陈家陈启川 都替他在丧礼上奔走 蒋经国更以总统身份颁发包养力 今晚至今李家的后代淡出政坛 但商场上他们继取大家长的一室 兄弟手足齐力断金 让李家的事业超百年继续埋进 前一阵子和作家朋友们聚会呢 那大家就聊到了小时候的生活情境 而其中一位姐姐告诉我 家里的长辈以前在金花时 是从事这个金矿开产 而每次遇到矿工们的老婆生产 小孩子要缴学费 或者是冤亲债主 早上门来讨钱的时候 那些矿工就跑到他们家来求救 而这个时候呢 他的爸爸就会拉开哦 随随便便哦 家里的五斗会的抽屁 里面全部都是含金量 相当高的这个金矿原石 爸爸就随手拿一块丢给工人说 这样这粒有够吗 不够 自己缺了几粒 这么豪迈大气 或许呢 有一些工人只想拿一点小钱 下山去喝两杯 也许呢 到北头去快活一下 但是你可以想象 家里的抽屉拉开来 里面全部都是黄金的画面吗 当然这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而矿工们的生活摆态 除了文学影视作品之外呢 他们也以其他的形式流传了下来 例如矿工酒家菜 满桌的精致佳肴 创意竟是来自黄金山城的矿工餐 颠覆一般人想象 然后拿这个饭勺先铺上一层薄薄的饭 再来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小菜 放在中间 再铺上一层薄薄的饭 可以灭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那这个就是我们矿工饭团 创意版的矿工饭团上头还撒了金箔 象征矿工进矿坑 一巡套金梦希望满载而归的寓意 小菜有黑胡椒肉丝 开胃的腌制茶梅还有辣小卷 客人DIY饭团从料理过程了解瑞芳古早饮食 那其实因为矿工们啊 他一天辛苦工作大概半个小时 那中间总是需要有会隔了一餐 那不可能会再走到矿坑口外再去用餐 所以其实他们以前都会简单 带着饭团进矿坑里面 然后度过一餐 那其实都是随身携带比较简单的 像可能会用加了梅子 或是加了比较开胃的一些小菜 用饭团这样包起来 比较好携带方便 坐落在山城的这间民宿餐厅 由店长向当地齐老收集来古早山城的故事 白天做工只能简单裹腹 但下工以后靠爽自己的方式 就是靠美食了 当地的酒家菜呈现了当年山城 越业越美丽的盛况 那在当时的酒份啊 超过尽可能有超过40家的酒家 当时的酒家菜有所谓的 三碗二跟五碗三这样子的说法 五样大菜三块钱 那三样大菜两块钱 俗称三碗二的酒家菜 竹竹就用海鲜汤来呈现 东北交海鲜多 白虾蛤蜊一路菜 用高汤熬煮 就能让鲜味完美释放 因为早期矿工的部分 他们今日遭到今日醉 所以他们会上酒 我是在上酒份的酒家去吃 为自己明天 可能回不来了 那今天我们可以吃好吃的东西 会去着重三碗二跟五碗三 这个东西的话 是在当地的食材的部分 因为早期它会放龙虾啊 这一类就是在早期比较偏贵的食材的部分 那现在的话我会着重在汤头的部分 汤头的部分让客人喝出它的唇厚感 让客人体验不一样 所以出了一个故事 然后我们是加我们自己研发的汤头 去做结合这样子 黄金三层优势还在于离海境 有善有海 在金沙小卷这道菜 最能呈现山海印象 食材目前的话有小卷 还有金沙酱的部分 还有再还有龙虾菜 桀瓜 白金铃菇 然后还有自己腌制的胡萝卜 便搭配一起吃 那金沙酱的部分 我们目前原料是用鲜奶油跟 咸淡花的部分 北海在地小卷油间 让大海的味道成为主角 独具一格的金沙酱 淋上去后根本是满城近代黄金甲 口里舌尖上交织出未来海岸 金黄三层的绝带风华 那最特别就是它是来自于 就是因为全台湾最有名 就是这边的黄金三层 所以师傅用那个咸蛋黄 去制作这个金沙酱 也代表这边早期近百年的采矿的 历史 对很丰富的采矿历史黄金 那还有加了搭配了一些 丰富的石书 这个颜色也代表的金瓜石 其实不止产金 其实这里很多人可能都不晓得 有产铜银 还有煤矿甚至煤矿 那主要是金矿是大家比较 和众所皆知的 一道道料理蕴含着历史痕迹 跟着说菜仿佛跌入旧时光 但走出户外又是一片天地 跟着在地的矿工此壁 缓缓步上石阶 走进蜿蜒山区的老宅聚落 更能感受黄金城的风华 这个就是保存金瓜石传统房子的门 然后你看像这个屋子里面的墙壁这么厚 看到大概超过50公分 哇 对 而且这个很海 对很海 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大石头 用石头器的 所以这个都是石头屋 隔间也是用石头 那我小时候我们这边的房子 几乎全部都是石头盖的 后来大概到民国六十几年 才开始有砖块的房子 因为搬运不方便 那这里的石头很多 所以就地取石头盖房子 老房子改建成民宿 依旧保存旧有的样貌 这边以前最辛苦的是 早期送信的邮才 他说要走阶梯过小桥上阶梯 然后送菜他也是必须要走阶梯 穿过大街小巷 才有办法送到我们这边 因为有着对山城的情感 活化这些废弃不用的老屋 成了他返乡最大的使命 其实金马山有一句话 叫做好坑的道修步 其实矿山的精神 其实就是一种共享的概念 有什么叫好坑的道修步 古代的金马山都要这匹坑 来黑金马 黑到更多金马的坑 叫做好坑 黑很久都没有黑不金马的坑 叫做坏坑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把金瓜石这座美好的矿山 让更多的人来共享 这个美好的矿山 繁华 劳力 居民都离开了 唯独老房子留了下来 美食记忆也被留了下来 不同于其他老街 这里没有人参顶沸 没有纷扰吵杂 只有那静静的故事 可自在的山城聚落 矿工料理体现了矿叶的辉煌岁月 如果再喝上一杯啤酒 那似乎就能够洗涤矿工 一整天的劳动辛劳 那记得有一次呢 招待外国朋友 在路边来吃那种热炒 那朋友们还没坐下来 就先点一大杯的深啤酒 准备要来唱饮 那我记得呢 其中有一位呢 个子娇小 非常秀气的日本女生呢 拿起酒杯 二话不说 豪气万千 那种一口气就干掉的半杯 而那种凌厉静置的痛快 我好像在看啤酒广告一样 他随即就告诉我 台湾米乳塞狗 虽然呢我不太喝啤酒 但是那一瞬间 我似乎就能感受到那种 炎一点夏日 举起酒杯 一句豪辣啦 那种透清凉的无比魅力 吃着热炒 配着清凉的啤酒 大家都说 这是嫁干的台湾米 但你可能不知道 啤酒其实是日治时期 才进到了台湾 但一开始这种酒 也不是一般台湾人 可以喝得到的 一般老百姓 其实在那个时候 是不太喝得到 因为正那个时候的啤酒的价位 算是在满高的 那一般在真正会喝到啤酒的 一般都是珊瑚 买半那些的 还有一些就是日本的军人 他们是 还有他们的老百姓 是比较可以喝得到 台湾的一般老百姓 是喝不太到的 一开始是由日本进口 台语将啤酒 称秘鲁 其实来自日本的外来语 后来日本干脆在台湾 述厂 发源地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建国啤酒厂 现金称台北啤酒工厂 它是全台第一家啤酒工厂 百年前的啤酒厂叫做高砂麦酒诸实会社 麦酒是日文的啤酒 高砂就是江户时代以来 日本人对台湾的称呼 资本额200万日元 占地1万4千多瓶 主要的设备从夏威夷进口 应该来讲正式的出现是在民国9年 那就整个的 在民国9年的时候 6月17号 使政纪念日的时候 日本人他们所生的使政纪念日 那一天第一批的啤酒就正式上市 但令人意外的是 出场啤酒滋味的台湾人 没有尝到想象中的天降甘霖 反倒因为口感不习惯 讥笑这黄黄的啤酒是马尿 一般当然来讲 可能有的时候是喝不到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酸葡萄心理 但实际上是因为它刚建厂完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个制造技术 并没有那么完善 而且它的设备是从夏威夷那边运来的 12手的一个量造设备 所以在刚开始那个阶段 它的啤酒的口味是比较不好 所以一般人喝了以后都会觉得 它好像是有一个马尿味 为了大力推广啤酒 日本积极宣传促销 不论是抽奖还是齐瓶盖 都造成话题 它们就是会做各种的旗帜 然后那个啤酒的造型 还有生土酒的造型 然后会到各地 都是在昭和二年的时候 它们去推广它们的高砂啤酒 而这样的行销方式竟然奏效 台湾本土的高砂麦酒 加上日本进口的各式品牌啤酒 相互拉抬竞争 1929年的啤酒 在台湾的年销售量 近高达1000万瓶以上 台湾人喝啤酒的市场 就在此时被打开了 世界各国大概在量造啤酒的时候 都以啤酒花跟麦芽为主 但是我们的台湾啤酒系列 它又加了一个部分 叫做蓬莱米 这个蓬莱米就是因为 台湾是稻米盛产的一个国家 那早期公卖局时代 一直到台湾研究公司 因为是国营企业 所以它有负责调节 我们的一个农产品 产销过剩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啤酒里面 除了加啤酒花跟麦芽的香气之外 其实米有米的香气 光复后的啤酒厂 也进入专卖局时代 有保警助手也少不了政治标语 因为它是公家企业 所以说它第一个 它国情进来了 第二个它里面还有一些政治标语 包括本宫抗饿 生产包裹 这个厂有一个精神堡垒 就是我们酒瓶的喷水池 早期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国会 因为台湾光复以后 等于说国民政府来台湾 就增加了一个舌道官网 一个国会 不过台湾啤酒在台美断交后 也曾经历过一场国际上的正名风暴 其实这个China 其实我们去生产了两年 这也是误打误撞 因为美国跟中共建交以后 中国不允许在美国市场有台湾 这个字眼存在 包括台湾啤酒 所以我们公司的啤酒 不得不外交美国的把它改为China Beer 所以前后有两年时间 所以有两款 这两款后来中国大使馆又抗议 你不是给我在中国大陆生产 不能给我使用China 后来我们又证明回来台湾啤酒 而全市时期设置的 铜制糖化设备 全世界仅有十座 其中一座就保留在 限制台北啤酒工厂内 古董籍的糖化府是镇馆之宝 记录着台湾啤酒辉煌的年代 这个是我们民国63年 所设置的一个糖化府 也就是德国制的第三代的 铜制糖化府 这个潮是我们的胡华潮 它就主要是在煮米的 这一个是糖化府 糖化府就是在煮麦的 然后这两个它分别把它加热以后 胡华以后 然后就会送到我们的过滤槽 去做过滤 那过滤完的麦汁 就到我们的煮沸槽 那煮沸槽它最主要就是把 过滤完的麦汁完了之后 归在这边煮沸 然后加入最重要的一个啤酒花 60年代这一同两班制 改为三班制 全盛时期24小时不打烊 今晚到半夜 啤酒厂依旧是灯火通明 在啤酒厂工作得经过三个温度区 急热到急冷 员工都称在这工作 就像是在洗散温暖 因为糖化这边它就是一直在煮沸 所以它通通都是温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边工作的是没有女孩子 通通都男的 然后通通都是穿短裤打翅膀 那了不起就穿个背心 因为它这边非常热 但是到了发酵的部分 它就是变成要穿很重的防寒衣 因为啤酒的发酵它都是属于低温发酵 台湾啤酒鼎盛时期 单单一座建国啤酒厂 无法供应这么大的量 因此后续有了中芯啤酒厂 成功啤酒厂 到最后的复兴啤酒厂 那个时候我们厂的产生 每年产量是800万打 然后到87年的时候 我们厂的户外生产 发酵罐也组装完成 也顺利投产 所以产能由年产量800万打 提升到1200万打 过去的这个厂 年产只有五十几亿 所以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是贡献度很大的 光啤酒厂就能看到 台湾70到80年代的 经济起飞大转变 直至今日 这一杯金黄饮品 在历经百年 已经晶亮出他独特的台湾味 只要举起酒杯 一句 Hotala 就会知道 这是属于台湾人的 共同心意 《独外卷书行万里路》 是为了回家 与你分享故事 我是谢德卿 感谢你的收看 导渡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 《独外卷书行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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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